一系列公益讲座的第五讲 那么在我们萨尔财英大学的这个平台 是我们系列讲座的第十七期 两期是我们重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的专家 就是重量级的专家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学 更多的老师了解到我们的这次活动 今天是我们有两个直播平台在进行直播 一个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看到的直播平台 另外一个平台是Rune的直播平台 加在一起大概有两三百多人在看 今天我们演讲的嘉宾是请到了 我们杨筹伟教授来做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疫情数据时空分析 我作为主持人先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的演讲嘉宾和我们的点评嘉宾 那么杨筹伟教授是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 获得的博士学位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授 现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时空协通创新中心的主任 杨教授是国际地理信息领域的著名学者 率先提出了分布式地理信息处理 空间云计算等重大研究方向 发表了认文三百余篇 承认海外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的主席 也获得了包括美国总统奖 宇航局局长奖等多项奖励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空间亚院士来做点评 空院士现任武汉大学 摇杆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国家策划局科技铃银人才 承认国际摄影测量与摇杆学会的主席 海外华人定理地理信息科学学会的会长 现任亚洲地理信息系统协会的秘书长 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一项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等多项奖励 这是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今天的主讲者 我那是来自于上海财经大学 长三角与长江经济代发展研究院 接下来我们把演讲的时间 交给我们洋超伟教授 洋教授要不您这边 谢了您的屏幕 给我们做个分享 谢谢 谢谢张老师张院长 谢谢郭院士今天来帮您点评 谢谢书民做这个安排 把那个讲案给说那个美国的那个工商宾官 今天来给各位汇报一下 我们过去这四五个月来 在新冠疫情的时空特性分析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我本人是在乔治眉生大学 虽然我今天做这个报告 实际上我是代表我们整个团队 我们自己大概有十几个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在教授医生这边 当然活作的人就更多 我待会会介绍一下 主要从这么六个方面 或者五个方面来给大家汇报 先就介绍一下我们研究的背景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计算平台 还有我们在时空数据的收集与共享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以便于大家这个获取相关的数据 来支撑大家相应的研究 同时也对时空特性分析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做一个汇报 最后有一个总结和致谢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从出现去年年底 出现到现在才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已经席卷全球 它可以说是我们近一百年来 在这个公共卫生方面最大的一件事情 是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梦魇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最早的时候对于这个流行病这方面研究 一般是以一个指数来看的 就是R20 这个就是一个被感染的人 他可以感染多少个人下一个 就是最开始在数据获取不充分的情况下 我们获得的数据是大概2.2到2.5个 这个比H1N1禽流感或者这个Ebola都要高 所以这个当初来看 这个是传染性非常严重的 但后来在数据获取的更充分的一些情况下 来做这方面呢 因为发现这个R20的值不止2.0 是到6或者有一个地方到10 所以这个就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的一个估计 这也是导致为什么在全球这个新冠病毒 传播这么快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开始在全球很多国家都认为 新冠病毒不都是另外一个流感 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这个是英国的统计数据 在每周的死亡人数上面 这个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超过了流感 肺炎导致的这个是超过了好几倍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曲线 到4月10号左右是超过了三倍 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这个 死亡率在全球各国来看 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现在在美国是6%左右 在其他的国家更高 你比如说Bildjian是16% 然后英国是15.5% Florence 法国是15% 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其他的这个 传染性的病毒 可以提升我们 第一个是要生成相应的时空思维 就是Special Temporal Thinking 可以把这些Special Temporal Thinking 交到我们K-12就是中小学里面去 可以提升我们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 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类智慧 另外一个就是从时空计算 Special Temporal Computing方面来做一些工作 这个主要是促进计算科学本身的发展 以生成一系列新的计算工具和算法 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这三个 时空应用 就是Special Temporal Applications 这个主要是把我们研发出来的算法工具 用在国家国际范围类的重要应用 比如说这次的新冠病毒 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应用之一 当然其他的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行星黄域各方面 这些也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当然大家现在最关注的 就是这个新冠冠状病毒的这种研究 当然我们这个中心运作的时候 主要是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叫做IAB 他们来决定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得到IAB成员的大力支持 这里边是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工作小组 这里边有大概六七个小组 其中有这个指导委员会 下面有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 这么鲍老师和哈佛大学的光伟霍老师 和我三个人 然后这里边有新冠数据的这个 定例数据的收集的小组 也有相关的环境经济数据收集的小组 还有我们做时空分析的小组 就是还有模型建模的 当然为了支撑这各方面的快速响应 我们在计算方面有两个小组 一个是网络安全的这个小组 另外一个是计算基础设施和平台 这方面的小组 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得到了 大概这个国际工作小组里面 大概有六十多位成员的大力支持 也是在欧洲 在亚洲 每周 基本上每个周都有相应的 这个人员参与做这件事情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管理委员会 他们也大力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向NSF国家科技基金 申请了这个快速响应项目 虽然这个时间比较长 但是昨天这个项目刚刚刚到 同时亚马逊云计算的这个平台 也对我们提供了大力的支撑 我们这段时间用的这个所有的云计算 支撑都是由亚马逊提供的 这个是他们grant我们的credit 另外就是国内外的合作 这一块很多 特别是和哈佛就是关尔霍老师 这边的合作 他们那边有一个本科生 组织了这个国际志愿者 基本上是在时间上 每一个时区都有相应的志愿者 帮助我们 或者我们叫team member 帮我们一块来做数据的验证 数据的收集分析 可视化等等各方面的这些工作 那么我们的目的呢 启动这个快速响应项目的目的 就是有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要尽时时的来对数据 或信息进行采集 并且提供这些采集到的数据 给大家研究提供相应的支撑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整合中心前面这七年 我们中心是第二个Face的 第一个Face是五年 第二个Face的第二年 是中心前七年的时空分析的工具集 同时我们也不断地测试和整合 来自于团队的 和其他的这个研究的开源产品 再利用弹性时空计算来 支持数据分析处理 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生成 支持决策和应对的 那个必要的信息 这是我们建立这个快速响应项目的 下面介绍一下 汇报一下计算平台这方面的 在GMU我们自己 Allocator有三个cluster来做这个事情 一个cluster是来做这个门户网站的 这是有一个云计算的平台 是基于OpenStack的 其中有一个大数据的 就是基于CDH的Computing Cluster 还有一个HPC的 这个主要是做我们维持运算的 这种Computing的Cluster 我们运行了大概有一个月过后发现 GMU这个平台还是有些局限 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网络带宽这一块 能够给我们共享的 这个就比较少了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 就Stay at Home 给大家这个封闭式在家里办公 我们从家里访问学校的机制 这个数据都是比较慢的 后来我们就亚马逊跟他们申请 所以我们COPI用他们的云 就是他们刚好有这个COVID-19应对的这个资源 就给我们这几个月用这个资源都是免费的 然后这里边呢包括三个方面 就应对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一个是Public Sublet 这个主要是提供门户网站服务的 然后有一个Private Sublet 就是一个私有的子云这里边 这个主要是做这个数据这方面的 另外还有一个computing方面的 Private Sublet 2 这整个是我们时空行创业中心的 这个叫做Virtual Private Cloud 就是一个私有的虚拟云 在这里边然后可以连向全球的用户提供服务 这里边呢由于运用了这个亚马逊的 我们把这个部署在它的这个高带宽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机制 其中的时候都是可以达到20个GPS 这样的话我们访问起来就非常快 我待会共享的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现场访问 几百人访问 同时访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来的使用情况 从这个4月中旬开始 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 现在的每天大概是在这上面 如果是按照人民币来算的话 大概是三四千块钱 然后到下周我们会把这个double一下 因为这个simulation和modeling这一块会加上去 所以在计算平台方面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支撑 这样我们在不断的增加 人员的同时可以快速的启动驱拟机给大家使用 然后这个结果处理的数据结果呢 也可以快速响应 用出来给大家使用 这就是我们计算平台这方面的 第三个方面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在数据收集和共享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这个地方的目的 我们和挑战的这个大家也很清楚了 因为我们在做新冠病毒研究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来源是很多机构 比如说要让我们自己去找 我们找不到这些数据 它的存储和发布来也非常的分散 另外就是没有统一的这种数据标准 这样一致的这些数据呢 就比较难以对比 相互融合 另外就是数据在时间上的持续性 就是特别好 长期稳定的有效数据比较难以获取 所以我们就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数据收集和共享 做比较高质量的时空运行数据集 整合多个数据来源 建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的统一数据标准 并且进行长期的这种有效的数据共享 来支撑领域对于新冠疫情的研究 这工作我们做的时候呢 就是从网上的各个资源 进行收集 用爬虫 爬了很多大概是一共有100多个数据员 这爬下来过来我们把它standardize 最后有这个calling control 我们会有志愿者在全球各个不同的时区 来进行质量的控制 质量控制好了过后 我们把它存储到我们的存储空间里边去 就是通过三个方面发布出来 其中一个呢是Github 就是我们在Github里边有每天的 也有summerized的这种数据 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相应的basemap 已经有新的数据来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的巴西或者是印度 还有这个俄罗斯 这个比较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做这方面的数据 然后把相应的基础比较 相应的准备出来 匹配好提供给大家使用 另外一个提供给用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实时的疫情数据展示 这个待会会给大家汇报一下 实时的这个系统掩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些数据生产好了 后扑习到这个哈佛的那边的 哈佛的Dataverse里面去 这样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 来可视化或者是获取 我们收集到的数据 这个基于数据的这个质量控制呢 我们是采用重包的这种方式 首先在我们找这种数据源的时候 就有一个重包的方式 我们有一个team来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源 然后这些数据源爬 通过爬虫爬过来过后 我们会对他们的质量 也是通过重包的方式来进行validate 如果validate可以了 这个质量达到标准了 我们就放到这个数据库里面来 然后提供给Github 我们的这个网站 使用也push到这个Dataverse里面去 数据处理的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在Github里面 数据共享的这个网址 这个是link 我们可以把这个link 拷贝到这个chat window里面去 德轩或者是你们谁在网上的 可以把这个link共享出来 对这个指幅已经把这个工享到这个link里面去了 大家可以访问这里 这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稍微看一下 这里边呢有三四大类数据 第一类就是我们的预情的这个数据 包括有global的就是全球的 这里边呢是到国家这个层级的 都有在这里边 有每天的有summary的 然后这里边有相应的基础底图在这 这其他的国家呢也有很多了 我们现在也比如说 澳大利亚 然后奥斯丁 巴西 你现在比较关注这个 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数据也提供出来了 比如说巴西这里边有基础底图 也有每天的和这个summary的数据 这里边都有 这里边呢还有包括比如说智利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俄罗斯 这几个可能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然后其他的数据呢 我们有公共政策方面的数据 我们是通过收集 现在在全美国 这个和全球的各个国家相应的政策 然后把它按照11个不同的指标 来进行一个最统一的一个index 然后把这个index呢 这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集 就可以看见我们这个各个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这个控制 我们现在是看到美国的各个州 一个分数最高是100分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几天的这个影响这个因素指数可以是下降了 这一块前段时间应该是我们这边的周游 跟大家做过这方面的数据导读 也介绍过这个数据 另外的就是环境方面的数据 这里边呢包括好几大类了 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共享出来 在这里边呢有这个precipitation的数据 有temperature的数据 就是温度的 另外还有这个空气质量的 这些数据 这个陆陆续会全部都共享出来 这个大家也可以随时从这上面下载的 因为这个数据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不能放在gethub上面 所以我们就放在亚马逊的s3 bucket里面 但是有一个link大家可以从这下载就可以 这个是在gethub上面共享出来这些数据 大家如果做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这个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新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会收集这些新的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数据共享的另外一个 就是新冠数据的有一个 新数据信息的知识门库 这个我们可以初步的看一下在这里边 我们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过 有几个显示方式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新冠大事剂 这里边呢从最开始的 从最开始12月31号 就在我们武汉有几十个人 由于不明原因的这个肺炎住院重开 开始这个是纽约时报 发表的这个消息 然后到10月10号 第一例死亡病例 到最后1月22号 就决定武汉要封城第二天 然后到1月30号 WHO declare一个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到我们现在比如说今天设计28号 在美国 我们这里边有几个相关的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 这里边说了一下美国的这个 实验率的情况 大概新增了210万 这个就丢了工作的 这个就是经济方面的 另外是Britain就是英国 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 就开始要这个Lifting Lockdown 把这个限制这一块给它放松 这个是属于公共政策方面 像这些呢 我们在这里边有 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收集的是以前实时的 这个病例数据 也是在这上面Covid-19 这里边比如说现在是5月28号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 晚上9点20 现在全球大概是有6个million的 就是600万的病例 就是600万 然后死亡呢 是36万左右 在美国呢 这个是现在是1.76个million 然后死亡是超过10万了 当然这里边 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州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福吉利亚州 福吉利亚州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州 现在是大概4万多病例 死亡是1000多 然后在华盛顿特区呢 这一块 因为它人少 它的这个病例confirmed也是有8000多了 死亡是有400多 马里兰县呢 是有将近5万的病例 死亡是2万4左右 这个美国最厉害的 这个最厉害的是 纽约州 这边呢 大概有将近10万的病例 死亡是6000多人的 所以这个是都是实时的 就当前的这个情况 是一样的 这是大家可以随时访问的 像这种数据都可以访问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数据 大家都可以从我们的这个GitHub里边 直接下载这些数据 这个是Gitway里边的访问情况 这个是每天的这个访问情况 现在大概有几十个国家的地区的 人来访问我们这边的这个情况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在时空特性分析方面 基于我们刚才收集的数据 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呢 是我们现在正在review的paper里边介绍的 或者已经发表出来的paper里边介绍的 这些数据和相应的分析算法 我们都会提供出来给大家用 这个是运行大事记 这刚才已经介绍了 这个是当前全球的运行状态 这个也给大家汇报过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用我们收集的数据看 病毒是如果在全球传播的 比如说在1月底的时候 就是我们中国开始有这个病例 实际上在1月9号的时候 在西雅图就开始有这个病例检测出来 在2月中旬的时候 在全球有很多国家就开始有了 到2月底的时候 在伊朗和伊拉利就开始比较严重 到4月初的时候 美国差不多就已经变成 全球最厉害了 然后当然欧洲这几个国家也很厉害 现在5月份 全球有很多国家都很厉害了 所以这个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5月的时间 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 这有一个动态的 这种demo也可以看 我就在时间关系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到时候PPT会给大家share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 时空动态展示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数据原来我们采用的 就是这下面给他们的这个数据 就是比较小载 比如说是如何在美国传播的呢 这个最开始呢 我们是在西雅图这边有相应的病例 到2月底的时候 在加州这边比较厉害 所以那是加州 特别是洛杉矶 不仅就是政策方面开始有些收紧 硅谷的公司也开始 也开始在家里办公 到3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州都有相关的这个病例了 到4月份就很厉害了 到现在呢 基本上东南部的这些州都是比较厉害的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知道 东南部的这些州之所以比较厉害是 美国这边3月份的时候有个春假 然后这个春假期间呢 本来应该stay at home 就是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是应该 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 但是当初这个美国的政策这方面 制定的很不好 然后当初的这个沙滩 土豪里达的沙滩还是开放的 所以这个春假一结束了 这些人倒下去 就把病毒就传播开来非常快 所以这是美国这个病毒始终传播的 这个方面 其实这个病毒非常厉害 所以全国的各个 全球的各个政府组织 对疫情的都有相应的这个措施 之中最有效的 就是中国采用的武汉1月23号封城 这个后来通过研究 无论是在Science或者是Pilas 他们发表的文章呢 都表明这个对全球的这个疫情 扩散至少 这个延后滞后了3到5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也是全球各国 我现在大家都采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就是边境管制这一块 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这个 我听说是5个1 这个政策要实施到12底 也是边境管制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封锁 大家stay at home 还有其他这些 你比如说把学校关掉 或者把其他的商业中心关掉 或者除了glossary store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都关闭都不开 所以我们基于这些信息呢 都收集起来 大概有十几类这样的信息 然后把它生成了一个 政策的严厉的指数 这个是基于牛津的 他们生成了 然后我们收集数据 让它这个生成一个全球的政策 严厉指数的变化 和美国的政策严厉指数的变化 这个是把我们收集到的数据 不同国家的这个严厉程度 这个做了一个 这个有点跳了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时间不要有些 比如这个是一月份的 就是我们在中国 还没有实施封城的时候 实际上在蒙古 非洲已经就开始 就是information dissimination 大家就开始知道有这些事情 然后这个应该是 二月份的 这个在中国这一块的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然后到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这三月份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欧洲就很厉害了 然后这相应的政策也开始很严厉 这个应该是四月份的 这两个有些对调了 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全球是应该是最严厉的 现在美国开始放松了 这块大家可能也在听说了 实际上是不应该放松的 这段时间根据这个定律发展 定律发展的情况来看 但是也全球好的国家 对于经济原因都把这个放松了 在美国这方面来看呢 这个是因为美国在三月份之前 没有太多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出台 就在三月初的时候 在马里兰州是第一个州 就是把整个州里边的学校都开始关闭了 州里政府开始stay at home 就是从家里办公 到三月十五号 很多州就开始跟进 所以他们的政策严厉了 就开始变得更加严厉 特别是病情比较严重的 这几个州 到三月二十号 这个三月底的时候 美国是比较厉害了 那时候基本上是到全球第一了 这个感染病例数 所以好多州都实施了比较严厉的 这个管控措施 你比如说像这个纽约州 英尼洛伊州 这个阿拉巴马州 但是有些州呢 他就一直没有实施这种政策 你比如说这边的 在中部的这几个州 到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又进一步 严重了 然后到五月初的时候 开始就开放了 有些州 比如说这个对华达州 他们的政策开始放宽 然后像这个科罗拉多州 还有这个这边的这几个州 都开始有一些松动 到我们现在五月底 美国好多州 大家可以从这个颜色 可以看得见都变浅了 就是说从政策指数方面来看 都有所放松 这个是从零到一百 这个指数数量 颜色越深 表示这个政策的严密程度 越严格 这个数据呢 也是在Github上面 可以直接下载 那我们在实施政策过后 对于我们的人员流动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所以我们就在收集了 推特的这个数据 来分析 平常trival的人 然后他们经常tweet 来看看他们的移动范围的变化 是什么样的 另外就是Google 他们收集和费种并共享 他们相应的这个手机数据 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到 也做了一些社区活动 这方面的这个可视化 在全球范围内 从推特来看 从2月初 这个基本上全球还没有太多的 这个封闭措施和政策出台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得见 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欧洲 这边很亮的 就是我们trival的 这个还是很多的 基本上是 这些推特我们收集到的 可以跟踪到个人的 大概是35个mile 每天这样的这个trival 但是到3月底 这是全球开始 政策开始严控 这个时候到3月底 到我们现在 到4月底 到5月底 这个基本上是从35个mile 下降到大概15 到16个mile左右 就是平均每个人的这种trival 这个下降了一倍还多 在美国这边的情况 那就更厉害 在3月初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30左右 到我们现在到4月底 这基本上下降到10个mile以下了 从这个图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得见 这里边的这个亮度 在美国这边 从3月初来看是非常亮 就是意味着我们trival的 基本上我平时差不多 那到3月底的时候 就政策实施的比较严厉的时候 这边大家可以看得见 这种trival的就减少了很多 亮度减少了很多 这个是根据google的 这个mobile的 就是手机信任的数据 他们通过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得见 因为google大家知道 从这上面的图 可以看见很多国家 可能是黑色的 因为这方面的数据呢 我们没有 比如说中国是不允许大家使用google的 所以他收集不到这方面的数据 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国家实际上都是有的 从这个2月中旬开始 这个到3月 以及全球范围内 大家在这个办公场所下降的很厉害 下降了60%左右 这个活动的这个情况 然后在这个公共的 比如说park 或者是store 这些地方也下降了60%左右 那在家里的这个绿色的这条线是上升了 就大家都stay at home了 所以在家里活动的范围 那是增加了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的范围不是太广 所以虽然我们在家里的时间更长 但是活动的范围是更低了 所以这是各种政策 疫情导致的人类活动的这个变化是这样的 然后从这个地球本身来看 的光污染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收集的 在中国的这个光污染的变化 通过4个月 就是12月份 1月份 2月份和3月份 到3月后来这个开始 逐步开放了 这种过程 这些话又恢复 起来这光污染 为了比较呢 我们把2019年或2018年12月份 2019年1月2月3月的数据也提取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见这个 到12月份的时候 2019还是比2018 这个要污染更严重的 但是到1月份 2月份 3月份的时候 对比着2019的1月3月份 这个是呈下降趋势的 所以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 由于这个疫情的蔓延和隔离政策 夜间光照的 辐射的强度 成整体成下降的趋势 随着各个地方的重新开放呢 在3月份 又有小涂的这种回升 在2020年初的时候 平均夜光强度 比于2019年的这个同时期的 这就是说明这个新冠病毒 确实影响了我们这个使用能源 或者是光照的这方面 如果做一个更细的到每一个省呢 我们这边是有比较 在商业方面用的 这是大于40%的这个 就光照强度 这方面来看呢 是基本上所有的省份都降低了 但是在我们住宿 就民用的这一块 就是5到20 基本上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而在武汉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见 这是封城前的 这是封城后的 这个光照的强度 也有下降的趋势 这是空气质量的变化 这个整体来看 在中国的空气质量变化 这个是呈下降趋势的 而这左边呢 这是空气质量的中火指数 右边这个是二氧发弹的 这个主要是汽车尾气排放 各种工业用 比如说烧煤这方面的 从这个收集到的数据 整理出来的时空空气 分析看的空气污氧指数 和二氧发弹浓度 在疫情期间和之前和之后 都会有所减弱 每日的平均空气污氧指数呢 在疫情期间也是呈下降趋势的 这个是已经发表了 在伦伦sense上面 这个工作 这数据呢 我们也放在gethub上面了 这个代码下面也会全都 是放出来 跟大家这个复制使用 另外在新冠疫情研究方面呢 我们知道 在网上可能有一个笑话这样的说 我们在过去的四个月 基本上 publish a peer review的好几千篇 一般的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的话 大概会到几个mini 几百万 这个产生大量的 COVID-19相关的文献 那这些文献怎么样 可以找到我们真正需要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刚好 原来在中心里面有一个 对知识库的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从这个web of science i2e啊 还有其他的几个方面数据库里面 提取相关的数据 然后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面来 然后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综合分析 这里边的主要是 收集各个学术数据库 并整合相关的这些文献 并对他们进行统一化的这种处理 最后呢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 来展示我们的数据 你比如说 我们 这个就是这个平台里面的 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这个 这方面的研究 育苗的研究是怎么样的 我们search一下 现在大概有238篇这种文章 就是web of science里边的 在从1月份开始 就有相关这方面的医疗研究的文章 开始出来 然后这里边呢 到每一个月我们都可以看 然后在这个 我们也可以看看 哪些国家之间的 有相关的这种活作 然后可以看看 都是比如说美国 所谓哪些国家 活作做这方面的研究的 也可以看看这个 哪些作者一块 做这方面的研究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关键词 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 比如说我们看到 covid coronavirus 然后可以从这里边 到我们具体的这个文献 去看看我们这个文献 是什么样的 具体到每一篇文章 这个也是 interacting children withstanding immune system 这个基本上也是和这个 vaccine相关的这么一篇文章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 新冠病毒的知识库 大家可以在这里边做相应的收缩 然后分析 另外一个工作我们做的就是 基于我们收集到的 美国的县级的 这种病例的死亡的 还有确诊的数据 再有我们这个医疗资源 比如说我们ICU的bed有多少 还有我们能够treat 这个新冠病毒的医生和 富士的数量 来做了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这个现在是投到 plus1上面去了 这个这一座 如果从这上面来看来 大家可以看得见 如果每一千个居民当中 有多少个病床 ICU的bed 和这个CCS就是有这个执照 可以treat新冠病毒的 这个人员的数量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见这个大城市的地方 都是比较集中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看一下 也和刚才这个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在美国每个线来看的话 其实是有671个线 它3000多个线当中 有五分之一的线 是没有这个ICU bed 或者是CCS的 所以这些线呢 如果有新冠病毒重症病例的话 都要转移到其他的线 大家这段时间 可能在网上看了比较多的 比如说在阿拉巴马 在中部的阿拉巴马的首府 它的地方只有 1到3个这个ICU的bed 如果是超出的话 那就要到 乡邻的这个大城市去看病了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这个指数 就美国公共卫生系统 对于这个新冠病例的承载力 是什么样的 然后把这个做出来 这有一个系统 就如果大家感兴趣了 可以通这个link可以看得见 我们这个getup出来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就行了 我就不演示了 时间关系 但这个系统呢是 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会生成 这么样一个 实时动态的来看这个电话情况 是什么样的 当然大家在这上面也看得见了 只要在美国医疗卫生资源缺的地方 并不是这些大城市 而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 你比如说路易斯安呢 就是新二娘那边 其他的就是中部的 这些州是比较厉害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收集到的数据 对全球的经济和美国的这个做了一下分析 全球的经济这一块呢 当然有很多指数了 我们把这个全球股票市场看了一下 在中国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呢 在中国的这些指数有些变化 你比如说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 这个有一个下降 然后在上海的这个指数下降得比较厉害 在这个上海 这是上海的 这个是深圳的这个指数 上海的这个其实看不出来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上海波动比较厉害 在全球其他地方呢 实际上是变化不大的 但是到了三月初的时候 就全球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基本上全球的股市都是跌得比较厉害 当然三月底的时候 到现在出来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 就Steam US Package开始出台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些上涨 当然我们还有更详细的 就是每一个有代表性的行业 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关键的指数 这个信息给它收集下来了 所以这方面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研究 这块如果大家感兴趣需要这方面 就去提供出来 另外一个经济指标就是实业人数 大家可以看得见 这是在美国的实业人数 从过去20年来 一直都是在这个最底下 这个平滑上面的 基本上是2到3个million左右 两三百万人这种实业人口数 但是到三月底开始飙升 这个很厉害的 到现在基本上是到了 两三千万左右 两千五百万左右 就现在的实业率在美国已经接近20% 这个是很厉害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美国的这个死亡病例数 给它收集起来 看了一下对于种族 我们所说的新冠病毒是否专门针对特定的人群的 当然这个分析呢 我们待会再说一下这个 实际上不是专门针对特定的人群 是因为这些人群 特定人群的生活习惯 或者是他们的经济各方面的这个情况 导致这个比较严重 你比如说我们拿到数据的这些州分析来看的话 African-American就是美国黑人和这个美国的西班牙裔 这个受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得见 就是西班牙裔的这个是在这个棕色的 特别是在南部的这些州是比较厉害的 比如加州占到一半 佛罗尼达占到一半多 然后Texas是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三左右 就是影响非常严重的 然后这个红色的是Black or African-American 大家可以看得见这个红色的 在有数据的这些州当中 也是除了这个西班牙裔 其他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几个州 其他的的话 基本上黑人也是占了将近一半的 所以对他们的这个影响是比较严重的 后来我们用这个麻省的这些数据 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一方面可能化妆的种旨有关系 但这个不是于基因或者是真正的这个 这方面的或者生物这方面 其中的原因是 我们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就是年龄 另外一个受教育的程度 状况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贫困 贫困 我们说中国叫贫困富 而另外他们的收入是怎么样的 然后空间方面是什么样的 然后做了一个发现这个年龄越大 因为他们这个跑动的不是太多 所以他们实际上得病的率不是太高 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呢 这个也是互相关的 其中关联正相关的最厉害的就是贫穷的这种程度 所以这个是影响最厉害的 基本上是其他两个的自活 而且是正相关的 对了 这个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大物博 所以基本上好多人都是自己做年牌别墅 或者是single house 但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三代或者四世同堂 所以基本上一个家里有十来个人 这种情况下感染起来就非常厉害 前面就是我们利用收集到的数据 对于时空特性方面进行了一些分析 下面是总结汇报一下 从时空特性这几个方面来看 疾病的传播方式 实际上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你比如说现在直到今天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新冠病毒 到底可以存活多长时间 现在的范围是从几个小时到7天都有可能 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 就是有多少个或者是多大量的新冠病 都会导致什么样的人感染 因为这个没法做实验 所以这样的都不知道 这个传播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经济的差距 和脆弱性是直接联系在一块的 你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黑人和西班牙人 他们这个受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 就越脆弱 另外就是社会的流动性 和社会的这个距离 这可能和每个国家这个实际上和政治制度 就有几名联系在一起了 你比如说中国这个管控性比较强 所以能够飞快的控制住 但是在美国 像中国这样是做不到的 所以直到现在准备reopening了 这一块做的还是不行 另外就是健康的这个医疗保障设施的可能性 在美国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地方 是严重短缺的 另外就是从这个疾病爆发来看 它气候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从前期来看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关系 但是我们到现在把所有的数据都收集起来过后 你比如说武汉伊朗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特例 从到巴西印度现在 也是另外一个特例 就是因为他们的室度很高 温度也很高 但是传播的也很厉害 再到这个俄罗斯 那这地方比较寒冷 但是现在也很厉害 所以气候和疫情爆发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并不是那么密切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问题 这一块实际上是联系非常厉害的 特别是在这个就业模式方面 你比如说现在Facebook 已经说一些员工会永久待在家里办公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待在家里 包括夏天 我们学校都不会这个open 都会在家里办公 到秋天的话 所以现在是两手准备 有可能会恢复上课 但是恢复上课也不会是大课 也会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策 新闻或者社会情绪的这种变化 和这个疫情爆发是直接相关的 这种严重程度 它也会影响到病毒的长期控制和约束 以及我们人类怎么样和病毒共产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 我们在中国控制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在世界其他各国的话 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共识 Covid-19新冠病毒 我们是没法把它杀死的 就必须的是上升到这种全民 Heading million的这种程度 或者是我们有医疗开发出来了 这样可以控制住 另外一个从我们研究 就是一个平衡我们开放数据和影视保护策略这方面 比如说我们在乔治梅森大学这次 NSF的这个Vacuate Response 大概是前期给的是一两百个 然后我们学校大概百分之十 这里边 所以我们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 从他们我们学校也有一个生物防御的 这方面的实验室 这P3的 然后武汉那个P4的要差一几 那这边的专家他们就说 真正要控制住在美国 我们就得像中国那样要track 每一个人到底接触了哪些人 那这个事情在美国是没法做到的 因为一旦track每一个人接触了一些人 这个就会影响到严重的violet这个影视 这个是美国宪法保证的这个权利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怎么样平衡这个 还是需要很好的做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反思性的 觉得前期这么长时间 每个国家的应对的这个速度 响应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中国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非常 decisive 那在其他国家 包括像英国呀美国呀 这个响应都比较慢 而且行政措施的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给力 另外一个就是 所以这些政治制度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也是一个不确定性 新冠过后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讨论 另外就是我们在地球上 这个人类生活 生命这一块实际上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待在家里面 三个月了 这个孩子上学或者是social 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这种方式 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漫画 我这没办法放出来 假设说新冠过后 我们一直待在家里 过了几代人过后 我们还记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等我们这个儿孙子这一代出来 他们没有经历过 他们就会问 爷爷当初新冠之前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会想到有飞机 然后有游轮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基本上是我们叫做Caveman 只能待在家里 活动的范围非常之小 另外就是第三个方面 出了这个新冠了 像是现在说的比较多的 AI的这个fighter machine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 第四个方面就是 这个政治 政治家或者是政客 这个甩钩比较厉害 和这个人道 这个是救人 危险呢 还是说保住自己的地位 最重要 和这个全球情况的 这个快速反应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都是 有待商讨的 而第五个方面 现在这个次这个新冠病毒之所以 范围的这么快的话 以后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地球村 跟大家这个交流 特别频繁 这个有关系 或者现在这个开放的这种事件 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新冠过后 是不是会封闭 或者是这种政策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这无论 以上的这五个点会怎么样 新冠过后的这个事件 肯定或之前的 会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这个快速研究计划呢 这个大家汇报了方面的很多 我们下一步呢 还会继续进行 刚才说到 实际上NSF的这个项目是 这周才到的 所以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 会从这么几个方面做工作 第一个方面就是 把我们的数据充分共享出来 并且有针对性的来收集数据 和提供数据服务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能跟大家合作 一块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如果大家对我们做的研究了一块感兴趣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做 比如像我们前段时间共享出来一个paper 我们实际上是有20多家单位一起来做的 像这种快速响应的项目就必须要有很多家 大家一块活作才能做好 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继续跟踪分析和识别有哪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初步分析 去发现西班牙裔和非裔的这个美国社区 他们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和AAG或者其他的一些联合起来 就是找一些西班牙裔的或者非裔的美国人 和我们一块来来做一些宣传性的东西 来提高他们的方法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之后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 在大流行的情况下 我们的应变能力是怎么样可以提升 也从我们时空前方创新中心的角度上来看 重新思考时空研究 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改善 对这种全国性的或者全球性的应急事件的这种反应 去提升我们的反应能力 我们这位汇报的这工作呢 这个哈佛大学的福涛博士 他是提供了这个social media 和Wendy老师提供了social media这方面 当然我们数据有一部分呢 是直接push到Harvard Bigiverse 帮助共享的 另外我们做这些研究的支撑是 国家康系基金的这个创新中心的这项目 提供的亚马逊提供的我们这个计算的 信用额度计算平台 大概有60位专家在这个工作小组里边 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因为就是刚才说的 哈佛的这个CVT 冠状病毒可受化小组 这都是本科生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 非常有朝气 在全球大概有200多位 在每一个时区都有相应的 志愿者帮我们一起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也是和我们前面7年 由NSF和其他十几个 美国的政府部门 包括中国的公司 这个政府部门的紧密资助 紧密分不开的 另外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工作 实际上是我们中心在GMU这个side 大家所有人共同研究的这些成果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能不一定能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是我们肯定会下来跟大家联系 找到相应的 一些参考的文献 是我们近期发表的 非常感谢 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今天来不及回答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发email 这是我的email联系方式 谢谢杨教授 谢谢杨教授 全面的介绍了乔治梅森大学 NSF的这个时空协同创新中心的 这个时空快速响应项目 全景式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摇杆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 龚建雅教授来做一个点评 龚老师您在线上吗 新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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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老师刚才听得见 龚老师刚才听得见 好的 那个时间关系了 我想这个也没有太多的点评 因为 曹伟讲得很清楚 也做了很多 我想他的工作主要 一个是整合了很多数据 那么 第二个就是很多 有意义的时空分析 我想这个刚才他都 就讲得很 两分 应该说是主要在三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工程管理 这个工程管理方面 实际 我不是对他国家有太多的了 城市现在都用了一个GIS的系统 然后再把这个位置这一块 在 在做这个 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 现在都把这个追踪 这个病例追踪 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 以这个疫苗检测和这个药物 治疗的药物合在一起 作为四大这个技术之一 我想这个应该说我们GIS 和的是这个位置服务的一个 是重要的一个贡献 那么现在美国和欧洲也都在推 就是以蓝牙来追踪技术 来追踪一个犯者曾经关联过的人 接近了大概两米几率之内接近的人 我们这个武汉大学成立的教授 也把这个软件做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做的一些应用 就是公众和一些管理人员用到这个地图 刚才超伟这里也显示了很多 我想这个是普通公众和一般的管理人员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地图做了很大的 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直观 第三个就是今天超伟做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比较欣赏的一个就是政策的年龄指数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美国跟中国 就是说这个就是控制 就是说这个病情发展的话 这个美国人就不相信中国怎么能 那么早快地控制下来 但是这里头是确实是我们感觉的 对于这个控制的严厉程度有关 但是现在的我们的研究 还对这个控制的严厉程度 它的量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搞这个GS 搞这个位置的人 可能要还要深入的研究 刚才超伟这边提到的这个政策严厉制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么后面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深挖的 这个怎么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那条曲线才能降下来 甚至能够把它停止下来 我想说不算点评吧 三点感想 我就说这句 谢谢龚老师的三点点评 我觉得非常好 这样我们再留一段时间 请我们的餐会的老师同学 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讲者 胡涛博士您在线上吗 胡涛博士您在线上吗 我在的 请您来共享一些屏幕 然后看看展示一些问题 请我们杨教授来选择性的 来做些归纳和回答 好吗 请我这边共享一下 其实前面的有很多问题 有一系列的问题 实际上杨老师小组的成员都已经 你回答的是基本都回答完了 然后可能就是后面有 杨老师您那边帮忙回答一下 我这边收集了 可以看到我屏幕吧 这个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情况 其实比较复杂的 因为美国对五月份也来这个反复了多次 这个和美国的政府的政策 很相关 因为我们如果要做这种理红的话 一个是要把疫情的情况要反映进来 另外一个困惑政策 或者是经济刺激计划这方面的 你要反映进来才可以 这个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这篇文章是 德轩你可以把那个文章的link 发到这上面吗 发到这个群里边 种族差异这篇文章是 实际上是一个中和性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现在我看从这个 上面设计一下 发给大家 这个中和性的 我把这个发到这个群里边 大家可以可以请大家上一下 对 参考文献的 这个预测性的这种魔力研究和情景研究呢 我们是刚刚开始这一块 还没有做得太深入 但是有几个方面在做 比如说这个和气候的关系 和这个政策指数 就是严重指数的这个关系 严厉指数的关系 还有和这个经济的各方面的 这个呢是刚刚开始 这一块 如果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可以一块来做这方面 因为涉及到方式认为很多 第三个问题 这个PPT我们到时候会共享下来 对 我们现在因为做时空分析的结果呢 都是按照GIF格式 显示给大家看的 我们的原始数据 这里边大部分已经在Github里边 大家可以下载了 这个link 我看我 我把这个link拷贝一下吧 现在把这个link就是Github里边的这个数据的link拷贝在这了 大家可以从这下载 然后PPT我们到时候也会 顾量下来 那我把这个 参考文献 我直接把这个copy下来 全都放在这 全都放在chat window里边吧 这样大家可以直接拷贝就可以 我这边也可以停止共享 您那边 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OK 好 我再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共享一下 我看看另外一个问题是 杨尔最后还一个人口流动的研究 那个有一个就是 对 我后面三个问题 我说一下这个时空图 我们ArkJS只有一个是用ArkJS做的 就是我们最后做的这个 医疗资源的承展力这一块 这个是用ArkJS做的 其他都是其他的工具 就做的 有些是用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都能够用开源的软件做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共享的时候 就大家就不会受限于ArkJS 疫情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 哪些比较好的解锁点 那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这人口流动呢 在可能在中国做这方面的研究呢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大家可以获取到这个手机信令的 这方面的数据 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是做的比较 比较难做的 就这一块 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你比如说如果是能拿到美国这方面的数据 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一点 就三月底的时候 在佛罗尼达海滩这个春假的时候 实际上是对于这个疫情发展 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有这方面的数据的话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哪些人就传播开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在美国县级的这个数据 有些地方是有的 像大部分的州都没有 如果是能获取到这样的数据的话 就是人口流动范围 你看看这个每一个线里边 它的这个传播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人口流动和政策 还有这个病例数之间的这种联动性 应该也可以从这个公共政策的角度上 可以做一些相关方面的研究 这个预测这方面呢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于模型模拟这一块 刚刚开始做我们也是 这个公共政策的这个指数 严重指数的这一块肯定是 对于预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输入 当然这个是什么样呢 我们刚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今天应该也在线上 李云他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要是感兴趣的话 你到时候给我发布 你也可以参与到这里边 和他一块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现在没有和SafeGraph公司 有什么联系 对这个我们倒是可以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 获取到人口流动的这种数据 好谢谢 福博士张老师 张院长那个一些问题 应该基本上是就回答了 好 谢谢杨老师 看张院长和包老师看 那因为受时间的影响吧 在美国现在时间可能是晚上十点钟左右了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次这个讲座 我们杨教授用了50分钟不到的时间 全景式的做了一个对于新科疫情的数据的收集整理 做了一个分享 同时对于数据跟生态环境经济各种社会科学的结合 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 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启发 刚才工院士也从三个方面做了非常精彩的一个点评 参会者也提了很多的一些建议 因为受时间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的提问环节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的这个演讲和点评 看看包老师您这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要分享 还要给大家做一些交流吗 包老师您在线上吗 没有了 这个也多谢这个上海财大这个长三角 与这个长江经济队研究院的支持 多谢这个学养对这次讲座的支持 我觉得这种众筹众包来做学术研究 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 那么将来再加上好的成果出来 那就变成了重创了 众筹众包重创 感谢参与者 工院士杨教授 要不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结束了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张院长 谢谢工老师 谢谢 工老师 谢谢工老师 再见 各位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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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